婚宁馆政府为了保佑官来的约文奉期 提升艺术创造追踪 设立婚宁文化的失踪 尽算比赛 今年是第十九回 其中共现状一等公式婚宁馆约约上官英务 今年有利用文教基金会 英务党首党党议债 文宿工作者有影响 作家李水贵 辞学家罗柴佳保抵妃技艺术五合群 政策调作艺术但民主在党 为了保佑的文奉期婚宁馆政府 失踪婚宁文化的失踪 尽算比赛到现在是第十九回 其中共现状行 竟然是婚宁馆的文化上官输赢 今年总统有多个集中者 分别是利用文教基金会 英务党首党党一载 文宿工作者有影响 作家李水贵 辞学家罗柴佳保抵妃技艺术 五合群以及总裸技艺术 丹明州 主办当面给我这个荣誉 也说从此我必须 担上更大的责任 然后呢就是在云林县 在地燕田斜根 我在罗亚工作一共有24年 都不断的在推销 我们西楼的这些文化建筑 各种的这个社区的建设 今天是特别从台北回来 我的膝盖手术不久 所以呢今天是暴痛回来 但是我一定要回来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今天这个公圣墙 我会来这些校团继续 对我团成下去 让我这班团 少年年轻一代 我来一代一代一代 来继续经营 我想在地文化工作 没有退休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我们在地的文化 尽一份心理 希望说以后 可以把这个工业 如何做如何 继续把这个 传统工业 政筑 传行下去 那雲林县政府呢 从这个2021年开始 针对出了贡献奖之外 我们全部采取全国性的增建 那今年很开心 透过评审呢 非常谨慎的 一个就是 就是评选结果 有89位的这个入选者 那当中呢 当然有不同的世代 所以呢也看到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办理方式 让这个艺文表演艺术 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做传承 那我想我们的 云林县呢 不再是文化商务 我们透过这么多的艺文界 所有先进前辈大家的一个表现 已经把云林县的这个文化艺术呢 也推上于高峰 那我在这里也特别恭喜他们 也感谢他们长年以来 为我们艺文的这个奉献 就由中海办理 和我们的基本的设计 先让他们去买 也会让我们突然看到 你非常新鲜的 一方面就会称愿者 有机会给自己做品 可以给自己做人知道 第一时间不眄望 本来在我们月十五月 看到你的其他国家